来关心中国南方的洪灾继续 长江第二号洪水还未消退 第三号洪水已经又在上游形成 官方26号宣布 三峡水库当天下午涌现 每秒5万立方公尺的庞大进水量 预计今天晚间将达到 每秒6万立方公尺的进水高峰 昨天长江上游的山地出现崩塌